在这个昨天来的这个架次还有骚次当中 九机双箭头逼近基隆 为什么是基隆呢 来我们把那个地图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放大来看会看得比较清楚 这个呢是我们国防部所公布的中共解放军 进入台海周边空域活动的示意图 有没有 以前旁边会把是什么样的这个机型都写出来 现在这个叫做经典版 从今年1月开始当时我们讨论过 但你看到这边很特别 他有告诉你有没有 04582222 早上7点4点58到晚上的10点22分 尖级机等主战机还有无人机等 四架次越中线 1435到215又有这个辅战机 还有无人机等12架次 5架次越过中线 但是这两个很特别 你看到有没有 这就叫做双箭头 57海里还有42海里 感觉上为什么是基隆 第一个我先跟各位讲 这次来讲的话你会觉得很特殊 除了说我们自己国军公布这个活动的示意图之外 另外解放军东部战区他刚刚我们放那个影片 你知道他等于就实况转播给你看 他那几架飞机就是运8 你看这就是运8 就是运8就是空警500 对他改成空警500 所以我今天一大早看到东部战区看到 他在看到我们的新闻就发现两箱对照 还有一架 影片里面还有一架是黑色头 那是电战机 所以台湾只有地图他们是有影片的 对他这时候公布我们用这影片 他就等于说昨天晚上的东西用实况转播给你们台湾人民看 那第二个为什么说是双箭头呢 就是因为你看这次他公布影片他没有很雄壮威武 用一些战斗机出来 他特别是空警500跟预警机跟这个电子干扰机 他那黑色机头的 来我跟导播讲一下 那个东部战区的画面也放到中间 我们不是有很多照片吗等等放一下 对你看到这个机头是黑色的 它就是电战机 它就是干扰你底下的 我们知道现在作战来讲的话 你不管雷达或干嘛 如果电磁波被干扰到的话 你几乎这些武器都已经就形成一种废铁 所以你看这整段影片里面 他没有特别强调说是用这个战斗机 他反而是预警机跟这个电战机 这才是真正的杀伤 这个杀伤对我们来讲威胁最大的武器 好 接着下来我讲为什么是双箭头 对 你知道作战的时候以我们陆军来讲的话 从两个不同方向集中向一个地方攻击的话 我们陆军的这个战略上面来讲 这种叫做外线作战 由两个不同方向向同一个地点来做攻击 那这种外线作战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当然你如果说好处来讲的话 你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对一个点来实施攻击 让敌人来讲必须面对两面 同时面对两面来作战 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 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协同发起攻击 在同一个时间 对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地点来发起攻击 这你必须要协调好 如果说你协调不好的话 很容易就被中间这个部队区分几面 我先打你左边再打你右边 这我们军队战术上面 就是你处于什么样位置 你要用什么样来面对敌人 那现在来讲它敢用双箭头 国防部也公布说它用双箭头 代表什么含义呢就是电战机 就是预警机在后面 它可以做很好的这两个方面的同时 对一个目标来协同发起攻击 同一个时间对不对 或者是A打完B马上打 或者A开机以后打开你的这个我们的 这边我们自己讲的又不算泄密了 就北海岸天宫飞弹 及爱国者飞弹就是基隆 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大概公开的秘密 那你如果说是你要锁定敌机来讲的话 你打开那个雷达叫做火控雷达 你必须要打开 打开以后你去搜索敌人的飞机 你才能够锁定它嘛 你才可以发射飞弹去打它 平常我们开的那种找第一阶的那种 照明雷达就像你用锁定筒打开一样 我这样找找看有没有 这边有没有敌人在什么地方 我用一个锁定筒那叫照明雷达 那一旦我要攻击你的话 那种雷达是不一样叫做火控雷达 我就锁定你 你锁定它之后 你就会发射辐射波出去 那有一种飞弹叫反辐射飞弹 你听不懂 反辐射飞弹就是你打开这个辐射波之后 我可以顺着你的辐射波源 然后就我发射我的反辐射飞弹 然后就把你的阵力去灭掉 这两个它双箭头攻击就是说 我利用一个飞机过来 一个机群过来引诱你打开你的火控雷达 另外一边我就用反辐射飞弹 把你这个飞弹阵力掀灭掉 所以这个是它是某种战术的演练 对 实况演练 就是说过去它是在大陆这边演练 那现在我们看到就直接在这附近进行演练 它又播给你看了 而且它播给你看 不但演练而且直接几乎是直播了 这几乎就是直播 你看它今天公布的就是昨天晚上的镜头 对 事实上有没有发现 这个东部战区跟台湾的这个军事动态 都是对应 比方说我们空军宣布 什么跨职业的一些训练等等 东部战区马上就是各式各样的夜航训练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几乎都是一个这个对应 所以但是它假设一个状况 叫做特勤图治 按照这个特勤处置预案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它说特勤组织 当然它的范围很广 有可能包括美军 其实如果说一旦它做这种动作 它也会预防到美军 会不会就是对它反攻击或是怎么样 那这个两军对峙 昨天我没有讲完 这个我们的052 他们的052D对我们的拉法叶 其实我想顿位数 就一个7000吨一个3500吨 我昨天还有一点没有讲 就是我们的传数只有25节 它传数到32节 那你想刚刚25节 怎么去吹32节的军舰 你怎么去做驱离 那根本就是等于说我们自己吹哨子 没有驱离 就对峙 怎么对峙 它跑给你追你也追不上 对不对 它真的冲进来的话你也拦不住 所以我觉得后来今天来讲 销声匿迹我们不再提这件事情 主要在这边 因为一般军事常识你去查的话 都可以知道052D 这两种不同等级的军舰 一种是驱逐舰 驱逐舰它就 昨天你问我一句话说 它会不会单独一艘来 我跟你还真的可能一艘单独来 因为驱逐舰它就 它所谓号称驱逐舰 它就是准备要单刀附会 准备单枪匹马作战 叫驱逐舰 那飞弹护卫舰 我们的拉法院是 飞弹护卫舰 它是护卫整个舰队的一个 其中负责防空或者反潜 那驱逐舰它可以对空 对舰面水面 或者对反潜它都可以 我们前陣子看到南昌舰有没有 我们特别讲说这个 这个单刀附会 它一艘军舰 它打开它112个垂发系统 它就可以跟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对干 它一艘军舰就可以去对干 所以它一艘052它是驱逐舰 它就可以有独立作战的能力 那我们拉法院来讲的话 必须是整个舰队 其中负责其中的一环作战 所以驱逐舰在战时 它经常负责什么样的任务 在海战的时候 它经常就是它要去驱逐敌人的潜艇 或者是减少对航母战斗群的威胁 那它会单独离开 离开它的整个战斗群 单独去应付把敌人的潜舰或者是水面 再给它殲灭掉以后它才赶回来 所以驱逐舰它的功能 它必须要有单独作战的能力 这点我利用这机会在那边做说明 所以说我们来讲的话 昨天不管是顿位数或者是速度上面 那他们我们也不能说是太要求海军太多 因为这艘军舰毕竟将近30年了 28年了 当初的引擎或者是燃油机速度 本来就打不到那么快 所以你看到这个军文社忍不住 还是把这个机型讲出来了 所以国防部长可能还是没有睡好觉对吧 我觉得国防部愿意讲这话是实话 你觉得邱国正昨天晚上有睡好觉吗 他可能在恒山指挥所里面 应该连续好几天 靠着咖啡在提醒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蛮严重 而且国防部愿意讲这话 所以因为你看他1月6号 他早就公布了取消 当时我们还讨论了两天 所以你看到军文社还写 这如果不是部长拍板定案 他敢写吗 不可能 我觉得可能不只是部长拍板定案 会不会他会不会 也有可能是部长 对对对 至少啦 至少部长要同意 因为我认识邱国正 邱国正是一个很标准的军人 对 他愿意跟大家讲实话 这非常好 但是就是说 他不能讲太明白 不能像我在这边讲一样 对不对 我讲那么明白 其实邱国正搞不好 你如果跟他位置对调 你也会变成这样 对对吧 但是他是不是借着我来告诉国人 说我们大家要提醒 要注意到这个 邱国正同路人 我是邱国正协作者 然后希望说是上层 这时候金门那边不要再做这些 升高敌意冲突 因为我们自己本来讲 你知道这个线 四十二海里代表什么 你看这个图很明显的 我跟各位讲 我们台湾就像是目标区 对不对 目标区 我们打靶有射击台 有目标区 台湾是目标区 海峡中间这些飞机所在位置 叫做射击靶位 他们已经就射击位置了 这四十二海里是 所有飞弹导弹的射程之内 所以它已经在它射程之内 等于说左线预备 右线预备 开保险就可以开始射击了 它意思是这个意思 那你看我们台湾相比像是 这个集火射击的目标区中间的靶 然后那边就是射击的位置在那边 它这种现在作战 它不会说战斗机飞到你的台湾上空 它才开始发射导弹 那个敌机凌空那个是 二四世界大战的时候 轰炸机的作为 那现在来讲的话它导弹 所以大家现在只注意到 怎么十二海里 二四海里临街区 但事实上四十二海里本身 虽然没有到二四海里 但它本身就是在军事上 是有意义的 它不是有意义 它已经就射击位置了 射击位置 对 就已经就射击阵地了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台湾还能够不警觉吗 大家还在那边温水煮青蛙 我觉得青蛙都快被煮熟了 所以不要以为说没关系 它还是不敢进到二十四海里 不是这种思维了